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咖啡不较真的牛小咖 哈喽大家好 我是紫菜一哥 紫菜兮兮兮 因为上一期你点我喝 我们是探店的形式嘛 所以这一期呢 我们要把难度提高一点 上一期如果要是大家还没有看过的 可以去看一下 对 回看一下 其实就在不久之前 接下来我再讲一下 今天我们的一个你点我喝的规则 双方互相点六杯咖啡给对方 喝钱戴上眼罩 不知道对方点的是什么咖啡 那喝完后呢 选出最好的一杯 并且猜出价格 所以这次是你点我喝的 忙喝挑战 要有挑战性 是的 要有挑战性 作为咖啡一哥 喝5块钱一杯的咖啡 20块钱一杯的咖啡 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专门给咖啡一哥 订的一个口罩 订的一个眼罩 第一个口罩 男神这个是 大家都喜欢的对吧 萃取不足 咖啡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 对不对 萃取不足 咖啡 就是萃的那个时间 你在制作咖啡的时候 做出来的咖啡 它没有把就是咖啡的味道 给它完全萃取出来 对 萃取不足 OK 我们去点单了 一杯奶 其实这次啊 我还是做了一个小手脚的 自己带了一些这个咖啡叶 我把它放到这个冰水里边 然后呢 等一下让阿欣喝一喝 看它能不能喝出来这种咖啡叶 和店里边做出来这种冰美式的区别 这个其实挺快的 6杯差不多 花了大概20分钟吧 OK已经买回来了 然后我背着的 我背着的 这个时候又注入灵魂 男神 我想把它罗列醒 好 这些有三杯美式咖啡 三杯拿起咖啡 看不到东西了之后 是会影响你的感官 对一件事情的判断 对 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我点的这三个 一杯是5块钱的 一杯是10块钱的 还有一杯是28块钱 相差还是挺多的 好 第一杯 偏酸的 但是它很淡 有点像便利店 我平时喝到的那个口味 你确定吗 很像 我平时早上起床便利店喝的 就是这种感觉 不一定是便利店 只是我单纯这样给你 先说一下 就人的味觉总是会有点失灵的时候 好 尝一下 哇 好特别 就无限 有酒香味 是酒桶发酵的咖啡豆的那种感觉吗 还是 有一点点 喝起来不像美式 但它其实是美式 它给我喝起来的感觉 有点像是我用那种咖啡浓缩液 对的那种味 感觉这个应该是贵的 贵一点的吧 那你觉得这三杯中 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这个吧 第三杯是吧 第二杯喝起来 说不上来 第一杯嘛 感觉喝起来有点 不感觉我像便利店喝到的那种 这三杯下来 我比较喜欢这一杯 对对对 你知道吗 你刚喝到第一杯的时候 你说有点像便利店咖啡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惊了 哈哈哈 因为第一杯真的是便利店的 是不是全家 因为我之前 我们在中心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点 我只能点到全家便利店 喝起来跟全家便利店的 味道一模一样 然后第二杯 我用浓缩液给你对的 你竟然能喝出来 我的天哪 最近这段时间 我都是用那个咖啡浓缩液 兑水喝 然后就那个味道很像很像 第三杯 然后你为什么能喝 感觉出来 它是28块钱一杯的 它传起来跟前面两杯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 阿兴哥哥真的 风神为咖啡一哥 接下来这三杯 这三杯又有难度了 牛奶咖啡 一杯是20块钱的 我觉得拿铁一般都是20起跳 对 一杯是24块钱的 还有一杯是34块钱的 好 很像我之前喝的一个咖啡 是叫石藤咖啡 它奶味很重啊 嗯 肯定是用明治奶做的 明治奶你都能喝出来 明治牛奶 很像 这杯没有刚刚咖啡味这么浓 感觉这杯像在分牛奶一样 嗯 稍等 它好像是分层的 等下会要搅一下 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 你刚刚说了一句了之后 我看它下边是有点淡淡的颜色 然后上边是咖啡的 我估计它萃取的时候 可能就是用那种脆dirty的方式来吹的 等一下啊 味道有没有变化 有有点咖啡味 但是还是感觉很淡 还是有点淡淡的味道 是吧 男神不得了 男神不得了 是的 男神 你的手也长得好 他夸你的手漂亮 谢谢 我弹钢琴的叔叔 你弹钢琴是吧 巴哈的东西才能喝 他弹过巴哈的东西 Solatina 现在我上课以前见老师 哇塞 厉害厉害厉害 巴哈摩托车 哦 对 好 最后一杯 感觉这杯的拿铁有点 有点塑料 哈哈哈 这杯应该没有没有到很贵吧 不一定的 不一定吗 对不一定的 不不不我要坚持我自己 我刚喝的第一杯是不是34块钱 就是我说喝起来有凝质牛奶的那一杯 嗯 是的 哈哈哈哈 可以这个看一看的这个真面目了 好吧 我是不是感觉现在一下子整个世界很清晰很明亮 我先女明星管理一下自己 你三杯的黑咖啡中心喜欢的是这个 嗯 是不是 嗯 然后三杯的奶咖啡中心喜欢的是这个 嗯 真会挑 都挑了个最贵的 哎呦 就是你能喝出来它的牛奶用的牛奶是真的好爱 这个我能喝一下吧 对对对 你喝你喝 我尝一下 就是好的牛奶加上好的咖啡豆加起来呢 那就真的是很好喝嘛 对不对 但其实这两家咖啡店平时都是我我自己会点的 因为我平时会点Tint的咖啡 但我比较喜欢喝他们家的燕麦 他们家的燕麦奶就很好喝 嗯 对 这三杯来说的话 我觉得美式的话 Seesaw的比较好喝 这个咖啡叶的话 我平时也会就是这是永福的咖啡叶 不是永福的咖啡叶 但是很像 这个是KFC的咖啡叶 KFC有咖啡叶 对 真的 KK咖啡 哦 先去另外的两家店 因为虽然我很喜欢喝拿铁 但我不喜欢喝单纯的拿铁 十几的也有 二十几也有 然后三十几的也有 现在我要做一杯自制 自制的东西了 我们可以搞一个漂亮的分层 这两个结合一下 先把抹茶倒进去 永福希望永福给我打钱 然后这是咖啡浓缩液 OK 宛如像店里面刚刚做出来的一模一样 收获成功 真正 我们回来了 为了体现出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真实性 你看 从下午一直拍到了晚上 现在你看路灯都亮了 去 好 我们先喝第一杯 OK 好 来 先来第一杯 给你 给你 OK 这个杯子摸着有点熟悉 哇 这个烘得好深 然后这个有点碳烧的感觉 这种感觉不是我最喜欢的感觉 但是我不排斥它 它很干净 就是说它烘得深 但是它不焦 但是能再浅一丢丢的话 会更好 就刚好戳中我喜欢的点 这杯应该是最便宜的 杯应该是最便宜的 这杯的话和第一杯 它是完全全的 有点两极分化的感觉 它烘得就很浅 我买的时候 就是他会问我 你想要选要的豆子 我想说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就会买不一样的豆子 跟我跟你买的那个Sysol 那个就有一点点像 但是不是完全一样 它的这个干净度 比Sysol的那个 好像还要稍微好一丢丢 这杯我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很平常 它很 我像是喝了一杯水 但是有一堆堆咖啡味的 这样吧 我第一杯 我更喜欢它热的这种感觉 然后第二杯的话 我更喜欢它冰的这种感觉 然后第三杯的话 怎么说呢 它喝起来没有特别不好的味道 但是很中规中矩 它可能就是一杯带咖啡味道的水 就这种感觉的 刚刚那三杯美式里面 有一杯是我之前就给你提前买好的 我很喜欢老老板娘的家店 它就是你喝的第一杯 我的天 就是那一杯 我先感受一下杯子的能量 我先感受一下杯子的能量 都一样 这个加了一些风味糖浆的应该 然后它用的奶不是牛奶 对不对 对 它喝起来就很舒服很自然的在嘴里面 所以说这个我可能就是 不由自主的就想喝一口 我刚才已经喝了三口了好像 真不错 这杯喝好舒服 这杯是稍微传统一点的 这是拿铁 鲜奶加上中度稍微深一丢丢的 这个咖啡的味道 跟第一杯完全不一样 第一杯的话 它的咖啡豆应该也是中度稍微偏浅一点点的 然后加上了一点那种燕麦奶 那种清新的 喝起来就是感觉 哇 像是去到一个很清新的 这个丛林里的那样的一个那种状态 你买的杯子怎么都一模一样 我想感受一下它的这个不同之处 也感受不到 这个它加了糖的 这边是你自己要求加糖的 他们没有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咖啡 我之前很喜欢喝的 你觉得这杯多少钱 十几块钱的 肯定是我喝的第二杯的 那这杯呢 这杯是20多块钱的 这杯20多 对燕麦奶的肯定是最贵的 这是30多块钱的 哈哈哈哈 你可以摘了 感觉有点不对劲 哈哈哈哈 啊 适当咖啡 这是那个酱油拿铁 啊 它加了酱油的 对 我的天 我这没有喝的咸味 它是不是一丝丝的 我看一下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有点烤红的 哦 皮纳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 这是你自己做的 对 就是买了燕麦奶 你做的这么厉害 放了抹茶的浓缩液 跟那个咖啡的浓缩液 这杯也太好喝了吧 这杯是我喝的最好喝的 我的天呐 你这杯的配方是怎么得到的 不打网 打网 哈哈哈哈 是燕麦奶 这个牌子那个燕麦奶 然后加上永福的抹茶浓缩液 跟它的咖啡浓缩液 就出来了这个 我竟然被浓缩液骗了 我以为它是最贵的 开心 你是不是自己在家里面 研究了好多次 才研究出来的 对 我今天早上在家 也不是跟你说发 而且喝了好多 太开心 这个真的好喝 我的天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喝起来 就是很清爽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今天的节目真的是 咖啡一个是实至名归 你看又能喝又能做 我这一次给你点的咖啡 很多都是那种 就是小咖啡店里面 就是很爱喝的咖啡店里面 找出来给你的 刚好他们都在一条路上 你点的咖啡 应该都是那种 呃 一点点连锁性一点的 对 对 因为我就是 我是想让你来尝试一下 就是说 不同的价位 它真的就是会有 不同的这种表现 这个咖啡一哥 就是对这种味觉 还是很敏锐的 一下子就能捕捉得到 今天喝了酒杯 对 ok 干完了 然后那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 点赞 转发 收藏转发 对对对 咖啡 杀青 杀青 Cheers Cheers 拜拜 Cheer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